这个水晶灯跟一般做法就不太一样 我们是用人工的水钻 把它一根一根的连在这个光管上面 不大的展示间 一个个灯饰营造出古典风格 这里的灯饰不只是摆饰 更是艺术品 这个就是我们用铁链水晶 串起来的一个造型的灯 因为它要把铁链一个一个勾起来 再勾到这个圈上 圈上还要挂在水晶上面 水晶要再串在这个圈里面 所以我们不停地在搜寻不同材料的用法 跳出原来灯的设计 只要用铁的弯管或铜的弯管那种概念 就用很多的材料来做 所以你看我们都用了很多元化的材料 就是这个原因 说起自家灯饰 装张心满是骄傲 因为不只打入了欧美市场 五星饭店 就连泰国皇宫都是顾客 不过台湾市场却不是主力 那在美国呢 他们或者甚至在欧洲 他们对造型事实上特别在意 他们不是特别在意那个材质做的 也就是说一支铁管 弯成很特殊的造型 他可能也花很多钱去买 因为他就觉得造型很好的话 可是这个理念呢 一到亚洲或者甚至台湾 就行不太通 装张心当初到大陆打内销市场 获利不少 但面临了大陆山寨问题 不得不转型 转进自创品牌 这条艰难的路 我个人的取向变成为了能够市场上 占有一起之地 我们可能走的路要见走偏风 我可能走的是小市场 而走的不是大市场 那小市场里面 才能够用独特性的占据这个小市场 这是我们的一个市场 另外一个市场理念 而事实上呢 做久了之后呢 你会慢慢的享受这个造型 因为你如果不懂它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好像不太能够用啊 放在哪里啊 所以当你慢慢慢慢的 被客人肯定之后 你觉得这其实 把全世界的小市场加起来 这市场其实也不小 靠着设计团队试了无数种的素材 打造出独特设计感的产品 让来自台湾的品牌 在全球灯饰市场中脱颖而出 点亮台湾 继续请教一下庄董 通常我们到这个中国大陆市场以后 大家都会觉得 尤其你那个时间点 刚好是整个市场重新开拓的时候 你刚才提过 一开始其实还蛮好做的 听说一年就获利两亿元以上 但是接下来就开始山寨开始盛行了 通常我们遇到人家抄袭 我们用很低的价格去抢市 一般人直觉可能就会觉得 在商言商嘛 你卖那么便宜 我卖比你更便宜 大家来抢 看顾客谁能够hold得住 可是你的想法觉得 不能这样下去 一定要深挖技术含量 当时情境是怎么样 因为山寨它能够赢你的 就是它的价格 不管在品质设计颜色 各种方面还赢不了你 可是重点是你的消费者 没有办法这样认知 对啊 消费者认知不了 这个之间的价格差在哪里 对 所以如果你把你的设计造型 做得更好 你把那品牌打得更响 你才能跟脱离山寨的竞争 这是我当初的概念 事实上这个方向也是对的 只是你要花的心血 可能比以前多几倍 你一开始看到别人 访你们的山寨的 这个灯示出来的时候 然后价格一定卖比 你们低很多对不对 但是乍看 就是消费者不熟悉 这个领域的人乍看会觉得 差不多一样都很漂亮 不知道那个质感 以及那个背后设计的用心 是的 那你没有办法去说服消费者 对不对 我说不不了 因为我们的经销商 也说不不了 因为事实上刚刚 我们前一段 前一段有讲到 因为消费者对灯示 如果不是那么重视的话 他反而对价格比较敏感 一样亮啊 而且乍看一样漂亮 是的 而且远远看更长得一样 还分辨不出来 你那时候有没有心灰意冷啊 觉得那我干嘛做那么好了 但是这是一个坚持啦 因为如果做企业 要往向下沉沦很容易 往上提升就很难 是是是 所以我的想法是 为了摆开山寨的竞争 只有不停的往上提升 让消费者能够看出来 我们的不同的时候 那才是我们是 才是我们能够超越他 超越山寨的时候 哇 不是对山寨超越 是 但是一开始那个冲击是很大吧 刚开始冲击 对有多大 基本上这样讲 基本上市面上看到的灯都不是我做的 可是都很像你做的 都很像我做的 所有公共厂的 特别是酒店啦 高呼求会所啦 因为预算的关系 是 他没有要灯要摆很久的 他只是要摆上去亮了 因为 远远看好看 因为设计方不了解的是山寨 他给出的预算只足够装山寨 是 你那时候没有想过 比方讲什么 寻法律途径之类的 其实都想过也做过 但是在中国大陆这一段是没有用 没有用 本来一开始是很伤心的 比如说我们 我们打高呼求商会去中国内地到处城市去打 是 然后进到一个酒店 进到一个会所 一块都是我的 设计的都不是我们生产 那个心情是很低落 很低落 是 可是那个低潮要走出来 就像你刚才讲 因为那一份坚持 因为坚持觉得 我不要向下沉沦 所以就决定要让技术 能够更领先更超越 做到让人家没办法抄袭 没办法去做山寨 可是这样对你整个公司来讲 以前我只要做这样就可以卖 而现在我要做更难去卖 等于说公司整个要转型 对不对 企业上是不是受到很大冲击呢 非常大的冲击 心态上大家都认同 包括从我开始下面的员工都认同 可是做事的理念上就很多的挣扎 因为你在家中他们的工作 你只要教他们做不会做的工作 而且现在做的会不会有效果 也不知道的工作 这要非常非常大的坚持 你做过什么样很困难的灯 让人家你为了要达到让别人无法模仿 怎么样做 我们用过很多的石头 然后石头要打洞 用线穿过去 用手一个一个绑起来 都把水晶穿在那个灯架上面 这很难做很难做的做工 很多的手工 那这样做的原因只是说要跳出 跟一般人表现的不同而已 那并不代表说他一定会大卖 这就是我们我们下面员工 最难以最难以说服他们的一点 那即使我们认为这么难 那是不是代表他一定会大卖 他不见得 他只是会告诉别人 我们不一样而已 那告诉别人我们不一样 对我来讲 那可能就是个品牌价值 你为什么会想用这么多 不同的材质去做灯呢 把石头原来是地上的东西 你要把它挂起来 而且让它亮起来 还有像木头竹子绳子什么等等 金木生活图 怎么会想到用这些东西 其实这跟设计的理念是结的 我们讲我们现在把它放回 缩小到灯 可是你如果把把这个范围 扩大到所有的装修或装饰设计的话 你道理就一样 比如说我要做自然风 我要做乡村风 那你乡村风的设计 是不是要用到很多树枝 用到很多白色的墙 用到很多花花草草来做装饰 那这个花草草 可能我这个一部分 我就用灯来取代 我的灯跟花草在做融合 我们今天做的是工业风 工业风可能都很干硬的 一个厚木头 一个厚皮质 一个一个一个很很很大的 金属的感觉的一个一个造型 那用这个东西 我把它设计成灯 就能融入这个工业风的环境里面去 因为它的灯 就会更多元化 就适应不同的装修设计风格 我们一般买灯 只会问说这几瓦的 所以买你的灯 到底用了多少元素在里面 他所传达给我们的是一样 什么样心灵的感觉 那听说您曾经做过那个灯 你知道别人生产线上 可能一个生产线 那个灯是不断不断的出来的 一天不少做几百个 您有时候做一组灯要一整天 我们曾经为了做荧幕上自然灯 我大概那个礼拜赔了二十万美金 那个礼拜 为什么 因为这支灯第一次上线很难做 就这支灯 就是这支灯 上线第一个礼拜 我们的工人不熟悉 因为第一次做 所以它效率非常非常的低 譬如说我这个礼拜 可以出二十个柜子 可是为了出这个柜子 二十个柜子都通出不了 因为线上的人都在做这个 所以当出完这个 或者是我跟客人讲 我赔了二十万美金 客人不相信 明明也没有卖到二十万美金 明明说奇怪 你们怎么会赔钱 你还做 我说我不知道 我的效率会有多低 做完我才知道 那才有下次改进的空间 所以这个创业过程里面 因为他牵制到很多手工 效率是没有办法计算 这是我们做这一行业最难的 所以你可不可以对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们 谈一谈 对待灯事 对待我们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每天都会不断 不断接触到这些灯 其实我们可以有怎么样不同的感受 去思考他 让他也能够带给我们不同的 那种心灵方面的一些不同的 你刚才提的氛围 其实我一直强调 除了照明之外 除了照明之外 要从艺术的剪刀 去看到他 就像你今天穿衣服一样 你会搭配衣服 你会搭配鞋子 你今天装修设计一样 你会搭配这个设计 放入什么样的饰品 用这个概念来融入 事实上灯就会变得很跳通 会变得很能够住家 很能够引人注目 然后它最大的作用 我常常讲说 我们做灯 好像吃牛肉面 最后加的葱花一样 米布加葱花 好像提不来那个胃 如果说我们能够 让大家感觉说 这个不会用好的灯 提不来这个胃的话 那我们就成功了 说得真好 是 那如果说我们常常在讲 家里想装潢要换一换 大家通常想到是换个沙发 或者是换个家电 或者是这个壁纸等等 家里油漆的颜色等等 这时候如果其实换个灯 会不会真的画龙点睛 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 但是我也不会强调说 因为灯 灯是在配合环境 不是环境来配合灯 所以我一直强调说 您设定了什么样的风格之后 再从这个风格里面的灯 找的是最搭配的 让它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就是我刚刚讲一样 你外面煮好了 这在下葱花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它对我们的心理上的这种变化 有直接影响 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还是美的事物 我不能讲说灯光照明不美 可是灯光照明基本上 你比较感受不到 可是因为灯还有不亮的时候 你相看这样的灯 它现在是亮的时候 灯要不亮的时候也美 它就是装饰品了 一般的灯光照明 你不亮就是不亮 不亮就看不到它的美 是 那灯饰这个饰呢 它不亮的时候也要美 这才叫灯饰 这感觉有点在像我们生活 生活上面有很多事情 当他你没有看到他的时候 你还可以感受到 他带来的那个美感 其实还蛮大的启发的 今天非常感谢张董事长 分享他做灯饰 如何从商品提升到艺术品的 这种历程还有心法 好像在周末的夜晚 有帮我们开启了一场智慧的灯 非常感谢张董 谢谢您 谢谢 坚持一个事业决定一拼 虽然同行竞争巨大 人一步一步从台湾走向世界 这是张董事长做灯饰的信念 而他的关键力量来自创新 一旦创新能量爆发 有可能打造出全新领域 接下来要访问到的吴启胜 这是一面之间的创新 用红豆水征服台湾市场 他也正一步一步走向世界